Hello 歡迎收看電話仔數配 我是櫻花 去年紅編全熟的 集合啦 動物商友會 發售資金已經超過一年半的時間 近期官方也釋出了 2.0免費更新內容 以及全新的大型付費內容 看到這些情報 島民們是不是蠢蠢欲動 想要回到遊戲中相見了咧 集合啦 動物商友會 在上週末播出的直播節目中 公開了11月即將推出的更新內容 其中在走出戶外 動物資深層登場的河童 航屏 這次也將來到無人島 玩家可以搭上他的小船 前往新的離島 航行過程中 可以欣賞到他帥氣的船歌 先前提供攝影功能的芭蠣島 將成為各種商店聚集的廣場 先前來拜訪島嶼的旅行動物們 也會有自己的店舖 這次還追加了全新要素 玩家將可以和島民 一起進行早晨的廣播體操 還可以與西市衛提案新的生活條例 讓全島的動物 按照你指定的作息時間進行活動 更新後 你還能與島上動物們 有更密切的互動 官方表示 這次將是最後一次免費內容更新 而付費更新 快樂加樂園 也將同時在11月5日上線 想要了解更多詳細內容的玩家們 屆時可以求求朋友們 一起回歸遊玩 享受無憂無慮的遊戲時光喔 感謝您看